如果是可以修回去的话 就尽量是修回去可以再用的话 而且省钱又环保嘛 如果做video editing的话 是desktop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laptop它比较小 它里面的扇子空间那些都不是很足 很多人就知道怎么样耐用 如果是要耐用的话 是不是一般上可以讲是你要准时service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仲兵院 那欢迎大家收看冰冰有礼 那为什么会叫冰冰有礼呢 是因为我的那个观众呢就是提议的这个名字 然后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名字 那冰呢的意思就是我是冰宴嘛 然后另外一个冰呢是嘉宾的意思 那有礼的话呢可以是理由或者是道理 这样子 为什么今天呢我会来到这个digital mall来访问阿文呢 是因为我之前每次电脑坏的时候啊 或者是要想要买电脑的时候啊 他都会给我很多的帮助 就算我没有要修电脑 可能我灯坏了 或者是我的音响坏了 他都帮我修 所以呢今天我就为了感谢他呢 我就特别做了这个访谈 所以呢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到阿文 然后呢我们也顺便在今天这一集呢 来认识一下就是就是可能youtuber啊 要选用怎样的电脑 所以你先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阿文 那为什么你会开这间店 当初是想到要有自己的工作坊 然后有自己的生意 所以就 看多一点这里 所以就 选择自己开店啊 哦 所以你自己本身是读什么的啦 我不管是 我读的是 Business 人家 哦你是读Business 对 是当初是因为 朋友出来工作嘛 然后之后就朋友就 带到我进来这一行 然后觉得这一行可以 OK 感觉到 修电脑的话 还蛮感兴趣的 然后我就直接 就进入了这一行 就直接做到现在 可是这些需不需要 有没有一门课是转门学修电脑的 有的有一门课是转门学修电脑的 但是 最实际的就是直接是 直接操作 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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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 为什么会对修电脑感兴趣呢 它不会很无聊吗 不会啦 因为当你一修到一架机子修好的时候 你会有那个成就感 就好像医生与病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修电脑会不会很很危险 不会啦 也不会讲有危险的东西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 爆炸还是触电 爆炸就没有啦 触电的话可能会有事过啦 会会有死的吗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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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危险的 这个电压 它电压不会搞 最多是你short到的时候 就是会跳一下子 或者是手动到碰到的时候 会着手一下子 这样子 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 我看你在修转 那个是它power surprise 它爆的时候出眼 出眼啊 它有short嘛 很多人会觉得我修电脑 不如买电脑 其实是这样子 你如果是买一台的 当然你有这样的barget的话 OK啦 可以再买 如果是可以修回去的话 就既然是修回去 可以再用的话 而且省钱又环保嘛 哦 所以修电脑又可以环保 对啊 像我自己本身 就是每次要拍片 剪片 这样子 其实我们选电脑 要怎么选 像你们拍片的来讲 一般上最主要要用到的 那个Processor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最少都要拿到i7啦 RAM的话 需要16GB minimum的最低的那个配置 其实我以前最 一早开始剪 现在是才4GB 然后剪到很想死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install到 但是就是 剪一个5分钟的东西 export要2个小时 对啊 你现在不同啊 你剪的是4K 对对对对 你剪4K的话 这个是最低的 最低的要求 i7 因为它现在是 一般上是看价钱价格 如果我是 故意的那些 都可以剪到几十千 一台电脑 如果是这样 你minimum 要剪得到 那种最低 一两个layer的话 那种都是要 呃 4千多块左右 4千多块 然后Graphic Card呢 Graphic Card的话 你拿到 差不多 6GB以上 6GB Graphic Card也有 也有 也有 也有可能 OK 这样子我们 060 以上的都OK了 这样简介的HardDisk 要怎么选 简介HardDisk 其实你工作最重要是要快的话 你是可以选择 你的那个 System Windows那边是用SSD 用SSD的话 你开那些Apps 都会快嘛 开那些Software 那些Program 那些都会快 然后接下来就是 240GB左右 应该是够了的 最 minimum 如果你没有把东西 塞在那个 C Drive里面 你可以把资料 全部搬去 另一个HardDisk里面 好像我觉得 很多Designer 或者是很多 简介师 会遇到的那种Screen 哦 是左边看不到 上下看不到 你可以买那种 高清单 我们要 那种叫什么 就是 就是给它左边 右边都看到一样的 Fu HD IPS IPS 对 对 因为有很多 可能人做Design 然后他就讲 你的颜色不对 其实要站着看 然后那个角度完全没有 你旁边斜斜斜角度看的话 它就暗暗的 然后就是比较慢慢 高高看又很亮 对 所以有IPS的电脑就可以 对对 IPS很猛的 其实买Gaming的 就是很适合拍摄了 对 因为Gaming的就是 它的Graphic比较高 它的Processor 其实最重要是 第一是Processor 我们要看的是Processor 第一是要最高 给它i7 所以如果我什么都不会的话 我就去选Gaming的 呃 未必 你不会的话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到电脑店 买电脑的时候 你现在要quote你一个 那个list出来 里面有写什么东西 然后不会的人 其实很简单 他quote你的时候 电脑店quote你的时候 有那个list的嘛 你可以上网再找资料看 然后不懂的话 你可以问熟悉的电脑店 就问你哦 哈哈哈 这样子的话 我要买Laptop 我能不能买一些 就是未来可以 update的 我们很怕就是 买了过后 它很快淘汰 其实也是一样 是看spec的啦 有没有那种Laptop 是可以一直upgrade upgrade Laptop的话 是比较难一点 因为它最多是 RAM跟HDDK 可以upgrade Processor那些 所以现在一般上都是不能了 比较难啦 不想不可以啦 因为你换过的话 Processor怕不耐 哦 所以其实如果最安全 还是用Desktop Desktop 如果做video editing的话 Desktop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Laptop它比较小 这样它里面的三只空间那些都不深足 然后很容易过日 如果你是想带出去给customer 好像秀一些你做好了的工作 然后给它看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Laptop 嗯 这样子的话我们平常要怎样 照顾我们的那个电脑 才可以让它更持久 其实电脑的话 或者是Laptop一般上的话 就是要照顾的就是Service 我们一定要Service 就是你新电脑 可能你买回来的时候 第一年有Wordy嘛 对不对 通常也是很新 它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你用到第二年的时候 开始一方面 你也是要看你的桌子干不干净 如果你放了电脑的地方 是干净的话 经常有清理MAT桌子 那些的话 它就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有回尘也是会让电脑坏 有回尘会让电脑坏 然后它会满了嘛 回尘会寄在里面 然后慢慢就 会变慢 不是变慢 它会变成日 它里面有风扇 所以你要拆开来做Service 第一年你买新电脑不用了 第二年开始你要做Service 哦 电脑所以要Service 对对对对 每一年你其实至少要做一次 因为它会有回尘 好像冷气一样 有有有有 这个是它的风扇 它风扇 它久了的时候 它会 里面这里会挤灰尘 哦 然后我们要拆出来做Service 然后它的扇子铁 是在这个电板的后面 我们要拆出来 拆出来了过后 它在Processor上面那边有那个 扇子膏的 我们要把它清一下 这个膏是什么膏 它是那种 它膏是牙膏的膏 牙膏的膏 对 它是这样子的水状这样子的 真的好像牙膏这样子的啦 这个 你看挤出来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个是扇子的作用嘛 哦 所以你要涂上去还是什么 它要涂上去 它在那个Processor上面那一层 或者是Graphic卡上面那一层 哦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懂这个是 所以 这个很多人都真的是不懂 因为 用了十年它都没有Service过 它当烧电脑的时候 坏了的时候 它拿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才可以 才真的是知道 哦原来是要Service的 嗯 很多人卖电脑的也没有跟我们讲 每一年要来Service啊 嗯 通常他们不Advice 通常你都是坏了的时候 坏了就买新的咯 坏了的时候 你拿来修的时候 你才知道 如果它有跟你讲的话 但是一般上我都会跟Google讲啊 如果你觉得很日子的话 你就要拿过来做Service 哦 这样子 这样其实Service一次大概多少钱 Service的话大概几十块 哦几十块而已 这样钱钱啊 很快的啦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如果是讲电脑的话 很多人就知道怎么样耐用 如果是要耐用的话 是不是 一般上可以讲是 你要准时Service 一年是做一次啦 然后还有的就是 Batrix 经常会坏 Batrix 如果经常会坏的话 要怎样照顾呢 好像工作上满足都是 从早上就是一直Charge 着电 对对对对 直接到晚上嘛 对不对 Batrix 肯定是 常年是这样子Charge 会坏掉 所以如果是讲 你要照顾到它的话 就是你一个礼拜可能 因为你每一天在用 每一天在用的话 都是FullCharge嘛 So 可以的话就是 你一个星期里面 试下把它Drain 一两次 Drain 什么 Drain 掉 把那个电池它 用完 用到完 要用完哦 用完或者是 你用到10% 你再给它Charge 因为你长期好像吃饱的状况 就是没有饿过的 哦 它也是会坏啊 这样子你们这里的话是 营业到几点 早上10点半到晚上九点半 有人讲是因为看到这个影片来的 你可以一点 Discount 好 OK OK 谢谢你 OK 最后呢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营严 记得来到这里是二楼吗 这里是二楼 所以Digital Mall section 14 的二楼 好 谢谢你今天接受 谢谢你 谢谢你 OK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 谢谢娜 一张 快点 erstm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